昨天和大家聊了,俄罗斯已经对顿巴斯重镇巴赫木特三面包围,顿巴斯决定性一战就要打响的消息。 要知道,俄乌双方在巴赫木特拉锯战已经打了9个月,巴赫木特也成了乌克兰战场上最惨烈的绞肉机。 仅巴赫木特一个战场,就已经造成十多万乌克兰士兵的伤亡。 如果巴赫木特的守军再不撤退,又将有三万乌军被包了饺子。 可以说这场绞肉大战越来越惨烈了。 面对前线兵员紧张的情况下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仍然坚持不许撤退,并下令开启乌克兰第十轮征兵行动。 由于征兵限制一再放宽,乌克兰的爷爷兵和娃娃兵都已经上了战场。 在被俄军抓获的俘虏中,甚至都有六十七岁上战场的爷爷兵。 但是即便如此仍然远远不够前线填坑。 于是在乌克兰,最为惨烈的一幕出现了。 乌克兰征兵办开始在大街上疯狂地抓撞钉了。 带孩子上街的乌克兰夫妻,直接被征兵办团团围住。 无论孩子如何哭喊,妻子如何哀求,都没有挡住丈夫直接被带走参军。 乌克兰征兵办人员甚至强行冲入村庄。 逐家逐户展开搜查,只要发现男性直接带走。 万不得已之下,一些乌克兰男性外出的时候也是男扮女装。 警方被抓了撞钉。 不但大量乌克兰民众在大街上被强征入伍。 甚至乌克兰大量成年女性也成了征兵对象。 但即便如此,仍然无法完成第十轮的征兵任务。 于是军方就将目标瞄准了乌克兰官员。 近日,基辅下属的一个市的市政府会议正在召开。 你猜后面怎么样了? 乌克兰征兵办人员直接冲进会议室。 给正在主持会议的市长下发了征兵命令。 老百姓抓不够的时候, 乌克兰官员也开始被加入征兵的队伍。 就连一些隔岸关火的乌克兰寡头、富豪们也遭殃了。 由于乌克兰经费紧张, 又瞄准了这些乌克兰寡头和富豪。 连日来多名乌克兰富豪以种种罪名被抓捕。 财产全部充公, 整个乌克兰可以说是一片风声鹤唳。 乌克兰如此疯狂地强行征兵。 甚至连官员和富豪也不放过。 恰恰说明了, 如今乌克兰在前线遭遇重大的人员损失。 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。 当前乌克兰的军人死亡人数, 已经成了乌克兰的高度机密。 即便如此, 西方国家保守测算。 这次乌克兰战争, 已经导致乌克兰死伤近50万人。 据统计, 经过九轮征兵的乌克兰已经75万人参战。 也就是说至少三分之二的乌军已经被打残了。 这也是乌克兰, 为什么不择手段的紧急征兵的原因。 因为乌克兰的有生力量快被打光了。 即使在前线阵亡的乌克兰士兵, 许多也都被列为失踪行列。 这样乌克兰连死亡士兵的抚恤费都省了。 而对于有些认定阵亡的乌克兰官兵, 只发200万的抚恤国库券, 若干年之后才能兑现。 乌克兰官兵在前线流血牺牲, 乌克兰官兵的家属们在后方流泪哭等。 试想, 这样的队伍怎么能有战斗力? 这也是乌克兰军队近来屡屡兵败如山倒, 屡屡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同时也是乌克兰不得不紧急征兵的原因。 但是即便如此疯狂抓壮丁, 乌克兰的第十次征兵仍然难以凑齐15万人。 万般无奈之下, 泽连斯基已经向欧盟发出请求。 希望欧盟将符合年龄的乌克兰, 男性难民遣返回国, 加入战斗之中。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乌克兰战争开战之初? 俄罗斯严格要求, 不得轰炸乌克兰的水力、电力等设施。 对乌克兰士兵也是宽厚有加。 其中马里乌波尔硬是围困了两个月, 等待乌军投降。 要知道, 当时俄罗斯完全可以直接炸平地下出口, 将里面的乌军活活困死在里面。 但俄罗斯考虑得很长远, 因为死的人越多, 俄乌两国就会结下越来越多的血海深仇。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, 俄罗斯的善念, 换来的却是美国和北约的变本加厉。 换来的却是乌克兰缓过神来的绝地反扑。 以至于俄罗斯自己反倒陷入被动之中。 残酷的现实使得俄罗斯不得不改变战略。 改为加大火力消耗乌克兰的有生力量为主。 使得乌克兰前线死伤人数急剧增加。 终于也让俄罗斯迎来转机。 但是面对乌克兰出现如此惨况。 已经走火入魔的泽连斯基仍然多次放言称。 绝不和俄罗斯谈判。 乌克兰只有胜利一个结果可以接受。 看来泽连斯基真的铁了心要带领着乌克兰。 加速滑向灭国的深渊了。 像当初, 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乌克兰。 那可是妥妥的第三大军事强国。 是俄罗斯和美国争相拉拢的对象。 本来乌克兰应该在美俄之间独立自主, 游刃有余。 可偏偏乌克兰一头扎向西方怀抱。 在美国的忽悠之下自费武功销毁核弹。 又成了美国的反俄级先锋。 最终沦落成大国博弈的炮灰。 一个国家, 工业打垮了可以再见。 经济打垮了可以慢慢恢复。 但是如果人打没了, 这个国家的未来又在哪里呢? 如果乌克兰再得到一百辆主战坦克后, 还是失败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? 第一, 乌克兰将会被西方抛弃。 乌克兰如果在未来数月内, 丢掉扎波罗热以及顿巴斯全境, 西方下一轮援助, 恐怕就不会再有多先进的武器。 因为在大力支援以后, 乌克兰如果还是丢了东乌这些地方, 意味着, 美式武器和德国的武器都会被俄军俘获。 一些技术肯定会泄密。 俄罗斯势必会对乌克兰发动更大强度的打击, 以阻止这些武器运用到战场上。 因为俄罗斯如果容忍西方的所作所为, 意味着美国下一轮, 就可能援助, 给乌克兰战斗机。 战斗机加上坦克, 再加上远程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机。 乌克兰别说反攻东乌, 就是反攻克里米亚都有可能。 所以留给俄罗斯的选择只有一个, 必须答应。 而且要彻底摧毁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武器。 只有这样乌克兰才会被西方抛弃。 第二, 乌克兰将会被彻底去军事化。 乌克兰一旦失败, 意味着乌克兰全境。 包括利沃夫、基辅、哈尔科夫以及奥德萨等地区, 都不可能再有能力组织大规模反攻行动。 乌克兰武装部队甚至会被解散。 俄罗斯将会对乌克兰的新政府具备、 组建干预能力。 乌克兰将会再次变成亲俄派控制的国家。 就像是美国打伊拉克一样。 但是就目前俄罗斯的决定看, 俄罗斯还没打算大规模攻击乌克兰全境, 而是想要保住东乌。 但是随着乌克兰有可能升级冲突, 俄罗斯也不得不做出同等回应, 甚至更高等级的升级回应。 总而言之, 乌克兰一旦输了, 国将不国。 毕竟这场战争是在乌克兰的国土上打的。 而不是两国的边境, 更不是俄罗斯境内。 第三, 如果乌军溃败, 不排除基辅当局会撤退到利沃夫。 继而和波兰谈判国家一体化问题。 唯有这样, 基辅当局才能保住最后的栖身之地。 而波兰对利沃夫一直都是虎视眈眈。 只要泽连斯基提出这种要求, 相信不管是波兰还是美国都会接纳。 而对于俄罗斯而言, 俄罗斯也不会和北约彻底闹僵。 乌克兰西部, 本身就不利于俄罗斯的控制力, 也不是俄语区。 所以,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大力支援乌克兰的原因。 因为乌克兰失败了, 意味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力, 乃至对欧洲的影响都会直线提升。